爭議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過去我們講過幾起 外國人來台犯罪 卻都潛逃出境的案件 而這些殺人犯無法遣返回台 都是有著許多複雜的國際因素 而今天要講的 是一起異國姐弟戀所引發的命案 最後台灣警方在不懈的努力之下 締造了一項歷史記錄 接著就跟著老Z回到案發那一天 士林下樹林街透添錯 老夫妻雙雙必命 兩人遭毛巾雷斃 一歲愛孫人間蒸發 伊拉克楊旭搶監務權 竟殘殺岳父母遣逃 向國際刑警紅色通報 竟遭忽視拒絕 該怎麼逮人救人 來看這起士林楊旭 雙氏命案 時間回到2019年5月1日 這一天是日本天皇即位的重要日子 這當國際焦點 關注令和時代開啟的時候 在台北市士林 下樹林街一間透天錯 卻傳出了雙氏命案 屋內一對年約70歲的老夫妻 倒臥在家中 失去了呼吸心跳 狹窄巷洞內 警方遠遠就拉起封鎖線 因為監視小組已經在屋內採證 兩名老夫妻一早離奇 喪命自家住宅 鄰居議論紛紛 我們就三名台詩 兩個小孩三名 三名台詩 三名都跟台詩 那你自己怎麼說 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多說 他就打到他在家中 他聽到後來說 他老婆在台詩中 台北市士林下樹林街 一早8點半 死者兒子來探視父母 打開門卻發現 家裡疑似被翻箱倒櫃 38年次的父親倒在浴室 母親則倒在臥房 兩人都沒有呼吸心跳 脖子上還有輕微淚痕 疑似遭到強盜殺人 他們上班族 在哪裡上班我就不很詳細 因為沒有問這個 其他都很好 出路都被打招呼都很正常 年紀跟我差不多了 沒有聽說說有家庭失衡 都沒有 就附近的人 大家都是好好的先生好好的太太 所以今年滿難過的 昨天右舍不可置信 警方調一監視器 而是指認逃左的嫌犯 疑似是熟識親友所為 立即發佈禁管 並鎖定嫌犯行蹤 陳偉銘案現場 根據鄰居的說法表示 30號老夫妻一整晚都沒有開燈 加上昨天下大雨 窗戶沒有關 衣服也都沒有收 因此推測 老夫妻很有可能在30號就遭遇不測 俠區市民警方盡情瞭解發現 這不是一起單純的雙施命案 因為兩老的一歲孫子 竟然也人間蒸發 是誰帶走了呢 難道母親直指就是她的丈夫 伊拉克籍的阿里哈馬德 朱姆爾 移民署出境一查 糟了 因為一早6點 她已經搭機潛逃 跑到日本去了 民宅內搬出兩具冰冷遺體送上車 要前往冰儀館 退休老夫妻離奇喪命 讓鄰居都不敢相信 這一回來就怪怪的 比較不像以前那樣子陽光 她就找錯家 找第一家 後來那個隔壁的旁邊 就跟她說是這一家 是這一家這樣子 她在暗門禮的時候 小媽媽有打出來開門 開門讓她進去這樣子 前幾天那個 她知道女婿要回來這時候 她就我跟她講 跟她講說不要回來 好 我叫她女兒不要回來 她會有衝突的衝突 但她女婿算塊頭高的那種 很壯 很壯 很無有力 那客人在一起等她去教什麼 教英文 女婿與女兒 兩人家庭失和 讓女兒帶著孩子 飛回台灣投靠父母 4月27號 女婿阿里飛抵台灣 隔天到岳父母家探視小孩 29號 死者兒子與母親通往 最後一通電話 接著30號就找不到人 而涉嫌重大的女婿 則是在當天早上6點 就搭機離台 直到5月1號早上 兒子才發現父母 陳詩主家 那甲官已經在今天上午 對該名一大客戟的男子 發出拘票 請內政部移民署 實施入出境留置 那檢警後續將透過 一切可能的管道 搜尋甘明嫌犯的下路 涉嫌殺害自己岳父母的阿里 沒想到竟然已經出境 難道他早就預謀犯案了嗎 在台灣的妻子激進絕望 父母被殺 孩子被帶走 阿里還是戰亂平傳的伊拉克人 案子緊急轉交刑事局國際科 偏偏5月1日剛剛提到 是日本德仁天皇 即位的重要廉價 公務員全部放長假去了 日本聯絡官他想要接洽 這件事情去問這個人 還有這個小朋友 到底有沒有入境日本這件事情 對 但是畢竟他們去做調查 去查資料的這個單位 對 還有就是包含長官 他們的長官是放假的 對 那所以就是 我們也只能等待 與愛妻甜蜜合影 一頭抱著寶貝兒子出遊 當時三人還住在日本 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 但誰也沒想到 轉眼間才剛回台 這一切就變了掉 我記得我媽媽 一直給我們一天 吃飯 我怕我終於完結 因為我沒有任何 在這個 context 我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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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賢畢業於美國聖邁克爾大學 與劉美的妻子相識後 就到日本大學教書當駐教 熱愛踢足球的他 還加入日本當地足球隊 獲得冠軍 只是一分薪水養家活口 確實有些辛苦 但月父母在台灣有多處房地產 時常透過金圓支柱他們 但夫妻倆疑似經常發生肢體衝突 妻子仍無可忍帶著兒子返台 直到寺院女婿也追回台灣 勒畢約父母後 竟然就帶著兒子潛逃出境 人們以為優秀的楊女婿 婚後居然變成恐怖情人 甚至在日本留下了家暴記錄 而她對孩子偏執的愛 居然不使用殺人的方式來奪取 孩子在她手上會安全嗎 現在父子倆又在哪裡 躲在親友身後 到殯儀館送爸媽最後一程 這難熬的一天 讓她失去寶貝兒子 還有最疼愛她的父母親 是不是受不了長期的家暴 所以她會把小孩帶了鬼 好不容易逃離丈夫魔爪 帶著孩子墮回台灣娘家 沒想到飯協如此狠心 把兒子強行帶回伊拉克 連她的父母親也不放過 我們都沒有經過什麼世面 都是讀書什麼 現在小孩子很痛苦啊 你看我 我講到他們 我都流眼淚 當時女兒結婚的時候 父母親又很反對嗎 這怎麼講嘛 人家講啦 王子已經結婚了 但是 女兒相演當天 雙腳下跪痛哭 向父母哭喊 對不起 祈求原諒 其實我們 到後來 要掌握的是兩樣東西 第一個她確切的位置到底是哪裡 再來第二個 就是這條線不能斷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保持聯絡 行事局的第一步 是要在日本攔截 卻沒想到 阿里已經回到自己國家 從這個過程不難發現 她是個相當狡猾的人 更因為不擔心被遣返或受審判 大膽的跟妻子多次視訊 不需要給孩子報平安 而是要持續給妻子精神暴力 身材高壯的男子 深夜拖著行李箱 左手還抱著一個嬰兒 他就是涉嫌殺害岳父母的 伊拉克級女婿阿里 只是殺人後 他的腳步不慌不忙 搭機潛逃 彷彿這一切都在他的計畫之中 犯案後七小時 阿里立刻搭機飛到日本 再從杜拜轉機 如今人已經回到巴格達 一號下午因為孩子哭鬧 阿里打了視訊電話給妻子 告訴他孩子很安全 人在巴格達 她是一個家暴的人 那所以她沒有在身體 接觸的狀況之下 她是用精神暴力的方式 去跟小小姐聯絡 然後這對小小姐來說非常痛苦 母女倆走出家門 手中抱著金孫 但兩人神情嚴肅 走到巷口停頓了一下 這就是死者生前 最後一次與女兒相聚 原本計畫帶孩子離開 才走沒記不路 就剛好遇上返家的嫌犯阿里 死者上前故意拖延 女兒趕緊抱著孩子離開 但是小小年紀的男嬰 看到爸爸非常開心 還舉起了小手揮了揮 但是女兒萬萬沒想到 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抱著孩子 因為等到再次返家時 雙親被殺害 親身骨肉也被疑病帶走 跑回伊拉克 她的女兒是最希望那個小孩子 沒辦法啦 他們交歸離婚之後 是歸男婚的 他們那邊大男人主義 愛於台灣 並非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的會員 加上跟伊拉克執法單位 根本就沒有司法互助的管道 即便聯絡官全體加班 想辦法交涉 卻四處碰壁 該怎麼辦呢 而輿論面對一再的 有外國犯人潛逃 也幾乎都抱著絕望的態度 穆斯林的世界來說 他們保護他們的穆斯林的人 的律法是比較嚴的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的法律就很嚴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他們不輕易的把他們的人 移送到國外去 去接受另外一個不同的這個 宗教世界的一個審判 國情強勢不讓自家人到外受審 再加上伊拉克和台灣之間 沒有引渡條約 得要仰賴第三方國家協調 南上加南 但這已經不是第一例 今年二月 新加坡情侶狠心殺害親生骨肉 潛逃得逞 去年二月 香港男陳同佳 殺害懷孕女友 一失兩命也潛逃 九年前林克寅酒駕 撞死宋報生 判刑四年定夜 變裝出境 至今人 仍在英國 每一件案都震驚台灣社會 卻因為不是台灣公民 加上逃離海外 凶嫌幾乎都沒受到台灣法律制裁 過去像這種案子 都是靠刑事局的駐外人員 透過個人交際手腕尋求關係 尋找突破機會 但即使與台灣親友司法無助 也經常因為兩國對刑責認定不一 將文件證據缺漏等狀況 導致溝通偵辦經常出現困難 從國際執法單位來說 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已經結束的犯罪 結束的犯罪 對 他就是他殺完人了 結束 對 他並沒有還在 正在進行中什麼事情 他其實是有做一些功課 他知道說發生地在台灣 我到其他國家 他們對我有關於殺人的事情 也奈我何 他知道他在自己的國家是安全的 只要潛逃就沒事 台灣真的成了外國人的犯罪天堂嗎 不過案發的前一年 台灣爆發永和分屍案 張偉倫也曾有過到菲律賓 協助把主嫌孫武生 押回台灣的經驗 即便外界不看好阿里 接受司法制裁 專家小組卻有個一致的目標 就是要把小孩平安帶回來 後來我們再轉變 另外一個結洽的方式 就是說 這是兒童保護的問題 這是這個小朋友 被一個精神異常 精神狀況不穩定的 爸爸帶走的問題 那我們後來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洽談的時候 就開始有得到很正面的回應了 澳洲聯邦警察 他們有協助我們去介紹 在這個庫德自治區的 一個Interpol的準將 它叫Brizo 但我們不知道這個窗口 什麼時候會發揮功能 我們希望把它拉出來 拉離開伊拉克 穿著學士服 留學美國的阿里 上台代表畢業生致詞 一番話讓台下 許多學生家長 紅了眼筐 阿里來自伊拉克 他的出生地摩蘇爾 2014年落入了ISIS手中 之後整整三年 ISIS在當地 大型恐怖與暴政之事 6萬4千人逃離 330萬難民流離失所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相關位置 所謂的庫德自治區 就是伊拉克北方四個省的統稱 主要城市艾比爾有個機場 也是刑事局聯繫上的準將所在位置 一旁的摩蘇爾就是阿里的家鄉 不過不在自治區的範圍裡 而南方的巴格達是首都 也有一個大機場 接著要怎麼讓阿里離開伊拉克呢 光想起來就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後來那個聯絡官就跟他說 我們現在做一個決定 就是你先不接他電話三天 這是個很大膽的動作 對 真的很大膽 然後那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方式成功了 就是這個話語權 拉回來在小小姐手上 原本的布局是 其實阿里他在日本的犯罪事證是家暴 家暴 因為他那時候在日本 曾經拖行過小小姐 然後這個事情是他們是有犯罪紀錄的 那所以日本警方他們願意 用這樣子的理由先去 對這個阿里做行動自由的控制 因為小朋友他的爸爸被帶走的狀況之下 他們會安排社工去把小朋友做安置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會跟媽媽一起去把小朋友接回台灣 狡猾冷血的兇嫌阿里 意外的被妻子溫情攻勢打動 點頭答應回到日本一起重新生活 洗濟局跟日本警方已經完成布局 就等阿里飛來日本 一切就能完美解決 只是計畫永遠都跟不上變化 開始準備要幫他訂機票了 幫阿里訂機票 結果他說 他不要飛巴格達 巴格達那邊太危險了 他要飛進去 他要飛艾比爾機場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有聯繫上 不確定什麼時候會發生效果的這個準獎 他申請到這個阿里的逮捕病狀了 後來他就去艾比爾 準備要帶小朋友去日本了 然後他在機場的時候就被逮捕了 阿里的姐姐有一起去機場 一起去 所以後來小朋友被姐姐帶走了 當時我們大家都承受一個壓力 就是有一點點未知的恐懼 那個Brizo準將 他並沒有像日本這樣子跟我們說 他們逮捕完阿里之後 小朋友會怎麼處理 由於沒有合作過的經驗 國際科完全不曉得 這位準將究竟在盤算著什麼 加上並沒有透露相關偵辦資訊 台灣警方跟男同媽媽 得知孩子又被帶回魔術盒的時候 相當的錯愕 不過幸好準將再一次的燒來訊息 他當時想要先確保阿里 他能夠承認他自己的犯罪 所以他先完成他的公訴 對 然後公訴確認之後 他再去進行下一步 針對這個小朋友 他的這個撫養權的協調 然後 讓阿里去同意 小朋友應該要給媽媽照顧 然後 他在確認完這件事情之後 他才通知我們 趕快去把小朋友帶回來 在地球的另一端 突然告知可以來接回小孩了 張爾倫跟專案小組以及阿里太太 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 透過當地台商的協助 緊急辦理簽證 飛往了艾比爾機場 與準將碰面 當男同見到母親的那一刻 在場人全都感動得淚流滿面 我那時候其實有點冷靜啦 那但是其實在場 所有人全部都哭成一團 那然後 他小朋友他進來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預期到會看到媽媽 然後所以 小朋友進到那個辦公室的時候 他有點愣住了 然後 那那個小小姐就往前走 然後過去 這個 要抱住小朋友 那小朋友 我就看到那個小手 好厲害喔 他就 他就 蓋在這個媽媽的背上 嗯 然後他不是 只是這樣子蓋著 他是整個大張開 抓緊緊 抓著的 抓著自己的媽媽這樣子 他看到媽媽是安心的一個狀態 他可能有一點點 想說 好久不見 還稍微有一點點沒有會議過來 但是他知道這是一個很溫暖 很溫暖 他自己的一個很安全的人 感謝刑事局國際科 還有庫德組的警方 還有當地的台商的協助 這是大家一起奮鬥下來的結果 我很感謝大家 所有幫助我的人 我都很感謝 雙手抱著小孩 哽咽感謝所有幫助過母子倆的人 士林雙師命案 正是他的父母 遭伊拉克籍丈夫阿迪殺害 如今終於和小寶貝團聚 返回台灣 當時一歲孩子看到 許久未見的媽媽來接他 一度愣住 隨即警報不放 這是我們的努力 像警察 幫助大家 每個地方 刑事局遠渡重陽 到庫德自治區 跟國際刑警多次開會 營救被帶走的一歲男嬰 經過79天努力 終於成功救回小孩 4月30號案發後 阿里潛逃日本 隔一天就直接飛到杜拜 轉機到伊拉克 刑事局和庫德自治區國際刑警 接上線 7月17號 在機場逮到準備出境的阿里 8月27號 小孩生母跟警方 飛往庫德自治區 和當地家屬協調 29號 獲得同意 31號傍晚 母子終於順利返台 經過123天 小男童 終於平安回來台灣 這也是刑事局 首度跨國救援小孩的成功記錄 而背負兩條人命的阿里呢 後來被疑審到了巴格達法院 面臨殺人罪的審判 他自己知道他法晚滿逃 他也知道說自己沒有辦法好好照顧小朋友了 那所以這個準將 他就用了這樣子的策略去跟阿里談 要請他把這個小孩子給媽媽 那他就統一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最大的壓力會是 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那但是就是我們很確定 所有我們知道可以做的事情都應該要去做 小朋友就開始就學了 然後對台灣的環境也很適應 然後就開心的長大 根據了解當地法律規範 殺人判處死刑的執行率很高 我國法務部雖然有祭出引渡請求 不過至今仍然沒有回應 就希望阿里能為他所犯下的惡行 受到司法正義的制裁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對於刑事局國際科完成這樁不可能的任務 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我是老子儀 我們下集見